年夜饭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鸡香菜花开富贵 酸甜开胃酥脆好吃 比大一大肉还要香 首先准备几个可爱的土豆 把外皮给它削掉 放到水里面 把表皮的一层淀粉给它洗掉 然后我们取一个土豆出来 把边缘多余的部分给它修掉 最后给它削成一个正方形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给它改刀 下面给它垫上两根筷子 这样切不断 都给它切成0.3厘米厚的厚片就可以了 切的时候尽量给它切均匀一点 然后再向相反的方向给它切 看一下切成像视频中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之后 给它放入水中 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搅拌一下 把食盐给它搅至融化 放到盐水里面 给它浸泡30分钟 把这个土豆块给它泡至回软 下面我们来调一个糖醋汁 小碗里面加入适量的番茄沙丝 多一点的白醋 加入白糖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一勺淀粉 然后用勺子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再来少许的食用盐 这样更能吐出它的甜味 再次给它拌匀 放一旁备用 好了 这时候我们的土豆也已经泡好了 看一下 非常的软 像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再用力给它挤一下 把上面的水分给它挤出来 尽量给它甩干一点 再放到淀粉里面 给它裹上一层淀粉 尽量把里面都均匀的 全部都给它裹上一层粉 最后再把表面多余的粉给它抖掉 看一下 像一朵花一样 非常的漂亮 再给它放到五层热的油锅里面进行炸制 全部下进来之后 炸制定型 然后用筷子轻轻地摆动一下 用中小火慢炸 最后一直把它们炸至八面颜色 金黄酥脆 像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看到了吗 非常的漂亮 再摆在一个白色的盘子中 拎起锅 把我们调好的糖醋汁给它放进来 开小火慢熬 一直熬至粘稠 熬至起着密集的泡泡 像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熬好之后再浇上一勺明油 这样我们熬的糖醋汁颜色更加的红亮诱人 再浇在粘好的土豆上面 最后上面再撒少许的白芝麻点缀一下 好了 这样一盘好吃好看的鸡香菜花开富贵就制作完成了 这样做的花开富贵口感酸甜酥脆 大家小孩都特别喜欢吃 尤其是过年的餐桌上来上一盘这样的花开富贵 真的是超有面子哦 而且郁郁又好颜值又高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尝尝吧